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Power of the Primes,第一波所出的三款Prime Master 首先要非常感謝台灣孩子寶提供這次的商品,讓我可以提前跟各位做一個開箱分享 那這個系列的玩具在12月1號都會陸續的上架,在第一波總共有三款的Prime Master 包裝是採用吊卡的模式,後面呢有些簡單的商品圖以及文字的敘述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Victor Prime,那這款Victor Prime它的細節刻畫以及分色呢看起來都還不錯 有紅色黃色銀色的塗裝,中間這邊還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後面的槍管你必須自己安裝上去,那你也可以把它拔起來 槍管有一個小凸,你是可以讓Victor Prime握上自己的武器的 那在可動性方面呢只有手可以旋轉,其他就沒有任何的可動性 那這個Victor Prime呢是可以打開來的,裡面就有這個Prime Master,Prime Master的規格跟Titan Master是一樣的 但是呢後面是一個符號,並不是一張臉,那這個系列呢這些符號都有些特別的意義 像這個符號它代表的是時光旅行,你是可以依照人物卡拿出對應的符號來增加你人物的力量 打開的盔甲你也是可以把Titan Master安裝在這裡面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除了人型還有一個武器的形態,變形也非常簡單只要把這個槍管翻到前面來 後面這邊有一個握柄把它往下翻,接著拿出Prime Master 把它一鞠躬,在腳部這邊有兩個洞,對應武器這邊有兩個凸 有洞有凸你就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那它呢就能變成一把武器 變成武器你是可以給Voyager Class或者是Deluxe Class所握持,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Prime Master也是可以跟D級還有V級還有L級的玩具做一些互動 像天王星所附帶的Prime Armor這邊有個洞 你是可以把這個方塊塞到這個洞裡面去,增加天王星的能力 你也是可以把Prime Master安裝在Titan's Return的人物上面 但是裝上去呢看起來是還蠻詭異的喔,看起來蠻不搭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款的Leach Maximal 這個Leach Maximal的頭像是一個骷顱頭看起來是蠻屌的 造型看起來是蠻酷的,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腰帶這邊也有一個骷顱頭的刻畫,規格都是一樣的,裡面可以打開來 有一個Prime Master在裡面,變成武器形態的方式也都一樣 只要把後面的武器把它往前扳把它扣起來,握把把它翻180度 接著把這個Prime Master一鞠躬,腳有兩個洞,對應武器上面都有兩個小凸 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那這樣子呢就成為了武器形態 武器形態下呢前面的爪子是有上銀漆的 人物呢就是直接掛在下面這邊 還好這個凸是在腳底這邊,如果再往上一點就變成大人的玩具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Micronus 這款Micronus給我的感覺蠻像是這個Hawk Buster 也就是浩克毀滅者 這個半圓形的頭盔以及人物可以放在裡面 蠻像是鋼鐵人裡面的浩克毀滅者 手一樣都是可以旋轉的,其他就沒有任何的可動性了 變成武器的形態也是一模一樣的,只要把這個往前扳 握把把它翻出來,再把Prime Master安裝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變成武器的形態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槍管是有白色的塗裝的,那其他呢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了 那在Power of the Primes第一波只有出三款的Prime Master 後面還會有其他的Prime Master 可以依照不同人物的設定來跟這些Prime Master進行一些互動 也是這個系列所延伸出一個新的玩法 有需要的人呢是可以參考一下的 那今天這三款Prime Master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體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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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